骨頭矯正 當我們把小朋友的骨頭矯正到合適的位置 因為它的復原程度也比較快 所以我們大概簡單做一個切骨的手術 很容易就是透過一個小的切口 就可以達到我們矯正的目的 可能可以同時做兩邊的矯正 那包石膏大概只要一個月就夠了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以七歲為一個分界點 但是如果等到這個小朋友慢慢長大 他的所有軟骨或是生長板的部分 已經都完全硬化了 那這個時候你很難就一個單一的切口 去做一個矯正的手術 那這時候就需要比較完成的骨盆 切骨手術 那以這樣的情況來講的話 他的手術破壞性就會比較大 那恢復的時間會比較久 他只能一隻腳一隻腳開 那這是跟大人跟小朋友不一樣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說 大人的結骨手術 因為他有一些的切骨位置 是比較靠近 重要的神經跟血管 所以他衍生的一個風險也比較高 所以這個是需要跟患者說明 雖然發生的機率很低 這個是我們長骨的位置 就我們骨盆長骨的位置 如果小孩子來講 他是大概以這個最突的位置 往上兩公分到三公分 往下大概一公分 那傷口大概三四公分的傷口 就可以完成我們微創的 這個髖關節切骨矯正手術 那如果大人來講的話 骨盆的三塊骨頭都要切 包括長骨 齒骨 還有坐骨 這個三塊骨頭都要切 所以他的切骨 切口位置 會在最突的這個 上方一點點往下拉 大概瘦一點 大概可以 總共傷口大概可以七八公分 那如果 體重比較重 或是脂肪比較肥厚的病人 傷口可能會到十一十二公分 如果以小孩子來講 他就是 以這個 他我們長骨這樣切下去 然後切開來 我們把它轉過來 從這個地方 拿自己一塊骨頭 切下來 卡在上面 固定的鋼 鋼針去固定 那就可以達到我們 矯正的目的 我們這個手術其實是 避開生長版 所以並不會 造成小朋友將來發育的問題 大人如果以這個骨盆來講的話 那我們第一道是 往這邊切 因為這個時候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只能在X光透視之下操作 那第二道是切齒骨 那第三道是把長骨這一段 切到跟做骨這一段連接在一起 所以風險會發生在切骨頭的時候 可能用力過猛 或是說這個患者他以前開過刀 有沾連的現象 這個時候其實對做骨神經來講 就是一個可能的風險 這個文件上的資料來顯示 發生機率其實不高啦 大概是兩百分之一 有一半會完全恢復 那另外一半可能會有一些後遺症 需要其他的手術方式來做補救 那所以發生比較厲害的 神經受傷的風險大概四百分之一